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韩的法官他认为这个普警会罪行重大 而且涉嫌湮灭证据 成为在卢黛宇跟钱董换之后的南韩第三位遭监禁的前总统 他是被送往了首尔的看守所 接下来检方有20天可以调查提出正式的起诉 如果遭定罪普警会可能面临超过10年的刑期 今年65岁的普警会是昨天身穿深蓝色的裤装出庭 他配控跟闺蜜崔顺时共谋 施压三星集团等大企业捐款给崔顺时的基金会 法官根据证据检方跟普警会律师团的说辞决定是否签发拘捕令 在总共长达接近9个小时的庭审当中 普警会的辩护律师跟检察官激烈交锋 普警会本人答辩的时候情绪激动 对13项罪名指控一概不认罪 在提审结束之后 普警会离开了首尔的中央地方法院 转移到首尔中央地检署 等待法院的决定 他不出法院的时候非常疲惫 没有发言 普警会被控13宗罪名 包括受贿 滥用职权 泄露公务机密 这有个罪叫泄露公务机密 强迫和强迫未遂等 其中最主要的嫌疑是受贿 检方经调查认为 普警会涉嫌受贿金额达到868亿韩元 换算新台币25亿4千万元 按照南韩法律规定 受贿金额1亿韩元以上 适用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 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或是有期徒刑10年以上 这个是今天早上 全世界国际所瞩目的重大的新闻 是南韩的法院 今天凌晨签发了 对前总统普警会的逮捕令 那这个消息 当然国际之间还是十分震撼的 那在CNN最早的时候 也发出了这则消息 那昨天呢 其实他有将近9个小时的庭审 那在这个庭审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照片上看起来 他是非常非常的疲惫的 这个 接下来呢 在5月 那韩国就要选出另外一位 这个新任的总统 在 昨天所公布的这个照片当中 我们看到了 是 普警会 是穿着他的 这个 自己普通的衣服 这个来 应讯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他进入看守所之后的这个所有的照片呢 好 在国际新闻上面呢 这个 这一则重大的新闻 今天呢 这个举世矚目 按照检方的调查报告 是 总共有12万页啊 那他是 涉嫌呢 的这个 被逮捕啊 这也是 一个 非常 之前啊 经过 检方啊 这个讯问 这个讯问呢 其实在 韩国的历史上面呢 也是 第一次 但是他是第三个被逮捕的总统 前面两个是卢泰宇跟全斗焕 这两位其实都跟军政府有关 当然普警会的悲喜句是 他是普正希的女儿 他因为跟吹顺时共谋 而所得到的款项 这些 这个压制集团所得到的汇款 是放到吹顺时基金会 那后续的发展如何 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 给您做最新的报道 在国际新闻上面 英国已经正式办理脱欧 这个正式办理脱欧的 这个情况呢 我们也看到了 双方 当然欧盟的主要的国家 他是一个德国 德国现在的总理是梅克尔夫人 所以现在变成英国的首相 梅伊跟梅克尔夫人 是之间的一个大事 那在国内的新闻上面 这个国际新闻 当然还有 这个川普跟习近平 已经确定在四月 在习近平进行了 芬兰的一项国事访问 之后要到美国去做一天的访问 而今天大清早 这个我们也看到了 川普在推特上面 这个他的推特上 他非常清楚的表明 说跟他中国之间的这种 这个talk就是讨论 是还蛮困难的 那这是这个我们看到的是 川普的推特上面的 自己所做的一个发言 那目前看起来呢 那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呢 似乎并不是非常非常的 谈判的顺利 因为呢 这位这个习近平先生 他是在川普上任之后 第一次到美国去访问 可是他4月4号到4月6号 要到芬兰访问三天 4月6号跟4月7号 是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海湖庄园跟川普总统举行会晤 这不是在华盛顿呢 看起来他们这个双方的会前会 谈的并不是很好 芬兰是这个俄国的边境国 芬兰的这个国家 在大战当中 也曾经多次出现被一国入侵 赫尔兴基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 这个城市的港口很多 这个也非常的漂亮 在今年的过年的时候 曾经到赫尔兴基去 当然芬兰最知名的景点 就是盛道老公公的家乡 这个非常非常的 多的观光客前去 那这个跟芬兰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是跟这个北约以外的这些国家 这个习近平要建立密切的会晤 可是川普跟习近平是在佛罗里达州 只做一天的见面 显然中美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当中 似乎并不是想象中这么顺利 那么在十九大之前 习近平会不会再跟川普有所讨论 就很难讲了 而川普今天在他的推特上面 也再三强调 跟中国的这个会谈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这个是他的主题就是 China talks will be difficult 这是川普今天的tweets上面 他这个所推特上 所推特的这个字句 而习近平他是在出访芬兰 三天之后再到美国去 显然他这也不是一个 非常这个正式的一个国事访问 地点又在佛罗里达州 好这个是国际上的重大的新闻 再跟各位强调一次 南韩的前任的总统普景惠 已经被收押 他在13项被指控的罪名当中 那当然有收贿 还有一项是涉嫌泄漏公务机密 因为那个公务机密 就是他把他的演讲稿 以及其他的有些东西 国家的文件泄漏给吹顺时 他的闺蜜 而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状况 因为台湾也有总统 涉嫌泄密 刚刚在刑事自诉罪当中 是无罪一审的 那未来还要进入二审 而我们的台北地方法院 将在4月14号开庭 来审理马英九被台北地检署起诉的案子 另外一个国际重大新闻 是川习会定在有单一的一天 这个单一的一天 只是4月6号7号 在佛罗里达州 而英国开始脱欧的 这个整个的启动的行程 但是他如何跟欧盟 谈未来的双方接续的关系 最近这一两天 梅克尔夫人跟英国首相梅伊 似乎有非常多 非常多之间 并不是非常快乐的互动 这一切当然都在国家的利益至上的前提当中在发展 好我们也看到了 在国内有一则很重要的新闻 那就是一位李明哲先生 因为被中国大陆宣称涉及了国安问题 他被逮捕 而且现在在境界当中 那这个 这个是李明哲先生的 到底实际的情况是如何 我想我们的政府高层应该再处理 处理李明哲可以低调 可以不张扬 但是态度一定要坚持 而且营救李明哲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公开 李明哲究竟他的所设计的所谓中国大陆的大陆的法律 叫做非营利组织法里面的境外非营利组织所设计的中国大陆的国安问题 事实情况如何 当然应该先了解 了解之后 民间跟政府单位应该争取国际诉求来协助 我们的政府可以软中 但是也要有硬 硬中一定要有软 这些大家都知道 李明哲他过去在民进党服务过 但是他离开民进党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今天的李明哲或许明天就是你跟我 所以这件事情不涉及一个国家的信仰问题 也不涉及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他所涉及的是人命人权跟生命的信仰 究竟犯了什么样的法 过几天 如果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李明哲 他扶手认罪 甚至于批评蔡英文不坚守求和共事 扰乱两岸之间关系的电视新闻影片 我们也不足为奇 但是蔡英文总统是谈判高手 在这个营救李明哲的过程当中 低调低调再低调 沟通沟通再沟通 对话对话再对话的同时 也要有尊严尊严在尊严 而李明哲是从澳门下飞机之后被逮捕的 这一点的真相也很令人觉得吃惊 因为澳门其实不必申请台胞证就可以进去 香港没有台胞证还需要有电子签证 但是澳门因为是一个国际的娱乐堵城为基础的一个国际城市 所以大家的经验都知道 进澳门只要护照就可以进去了 李明哲他究竟是用台胞证进去的 还是用签证进去的 这个真相是如何 如何营救他 这一点再三请政府不可以放弃